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是有心理的专业 他也是重度的小说迷 更是戏剧的电影的超级爱好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刘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这本法文小说 这本书叫做《这不是社会新闻》 那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当代作家菲利普贝松所写 那在我们请心理师谈之前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菲利普贝松呢 他其实是从32岁才开始写作 在接下来的20几年间 他写了23本小说 而且他的小说有大量的改编成电影与戏剧 那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当我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就知道为什么他的东西这么能吸引人 在这本书《这不是社会新闻》里面 我相信很多读者如果你看到书了 你翻开第一页 大概就没有办法停下去 小说的一开始 19岁在巴黎歌剧院当舞者的哥哥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他看着来电显示知道是妹妹 但是接起来以后 对方却是沉默 大规模的沉默 然后接下来是喘息 要让人窒息的那种喘息 然后哥哥这时候 听到妹妹说出了一句艰难的话 他说爸爸刚刚杀了妈妈 对各位你没有听错 爸爸刚刚杀了妈妈 在这个小说里 他说你看过用炸药 把一栋大楼炸毁吗 你看过他那个坍塌的那个样子吗 这个小说就从这边灾难开始 如果是大楼坍塌了 那个有些又是最坏的结果 但是整个这个小说 其实这边才是一个灾难的起点 我觉得他在书里面 其实不只是形容了这一个案件而已 最重要是他其实对每一个人 都做了很深的心灵的抖析 这也是我们想说要请中兵心理师来谈一谈 在你看到这本小说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本小说当初 我收到文稿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是完全不想看 因为有点沉重 那后来大概再过了一周之后 我再重新翻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往下看下去 因为他开头非常有张力 看完之后我突然因为最近发生了儿女案件 然后我认为他的写法很特异 因为他把最能够吸人眼球的那一段都避掉了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讨论是儿女案件 然后我们主角开开他的佛下 那我想我们的新闻热度 应该就会跟到某一个人被收押 某一个人被判情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但我觉得这个小说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把收尾的地方写出了后续 也就是大家没有在关注 他选择热度最低的时候开始吸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心的做法 也就是说他把大家已经忽略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楼弹掉了之后 他在排重建的过程 那过程很无聊 你要铺顺 你要量测你要重新挖地址 然后你要每天都看他长一点 这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作者在不用管他那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很细 人性的重建跟节目重建长得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还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磨难 甚至他到书的最后一页 可能我们都还看不太出来 他最后会盖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他正在盖 我觉得他透露出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看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因为很少的即使文学会写这个东西 是 因为大部分我们看过小说里面写家暴 其实常见 我们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家暴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小说里面 去写这个家暴的案件背后 之后呢 就是我们想知道之后呢 对很多读者来说 或者刚刚你讲到 比如说女儿案这些案子 对很多观众或读者来说 其实有时候一个是看不到 一个是不想看 注意力又被别的吸走了 但是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 他重新把这个拉出来 而且去探讨了 他每一个人背后身上背的伤 而且他们还必须要背着这个伤 不知道要走多远走多久 因为我觉得在一般的视野里面 可能有一群人 他是想知道 但他不得欺负 因为没有人为他们书写 那也不能当初为了某一个案件去书写 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话 融合了很多案件 很多人的心理理程 然后我认为它是跨文化 它不会紧线你发毛 我觉得它是扩散到整个世界 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它有一种观传性 如果你对这样的案件 或者它背后要怎么重建 而且它不是只有记事 它只有故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过程 尤其它在中间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 刚刚说 爸爸刚刚杀了妈妈的时候 妹妹是在场的 而且这个妹妹只有13岁 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暴目睹儿 很多案件 不管是在社会新闻上面 或我们一般人 我们关心受害者 我们关心家害者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到 旁边这些人 对那我是不是请中密研疑医师 从心理的角度 来看看这个家暴目睹儿 他将会面对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以就是 我跟大家澄清一下 大家都以为 目睹是一个间接的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查 对 但是在我们的诊断准诊里面 诊断准诊 它的PTSD 就是所谓的 床小微压力症里面 它是有把目睹现场 当作是床上的一份 所以它是合物条件 对 所以即便你只是目睹而已 他也会算在床上的过程当中 那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六岁以下 跟六岁以上 有不同的准则 那今天这个孩子是13岁 很好妹妹 所以他是直接目睹的 对 那通常会有几个情况 当我们目睹了一件凶案 那这个凶案是有累积性的 因为他前面爸爸就有家暴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从这样累积下来 当这个凶案一旦产生的时候 孩子会出现第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用的叫flashback 就是你的冤场会重建 也就是说你会在梦境里面 在某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时刻 或是你目睹到类似的案件 之后他就会回来 他就会整个闪现过来 那这个东西通常 你搬到梦境之后 他就做梦境 所以很多的孩子 在类似的状况发生之后 第一个就是说 对 因为他会一直跑回来 第二个呢 就是行为部分 会逃避 会逃避类似的场景 可能他的家就不舍得再住了 那第三个是感官上的逃避 这个就跟我讲解离有点关系 就是我会把我的感官关掉 如果我逃不了 那我就关掉我的感官 我关掉之后我就失忆 有时候会解离 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现在 还是会有这样类似的状况 所以行为上感官要逃避 那最后的就是 当逃避不了的时候 你就会接受司机 你就会过度的警觉 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 我有一个案主 他在泰国做SPA的时候 突然被induce 被诱发出那个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做SPA的时候 他们是两年最近 然后隔壁那个女生 他有拍的声音 对拍背的声音 突然他肌肉就唤起来了 然后他被打巴掌的声音 因为会抹经有话 他那种声音很鲜密 对 那你看他好像就突然哭了 大家都以为说暗得很舒服 然后暗得舒服到哭 后来还在跟我讲说 那一天他整个泰国后半 那些人都会破坏掉 对 对 但是跟是一个无关 跟那个情人的关系 是 那是一个国土警觉的 对 而且其实家暴木朵尔 在小说里面这个案例好了 他最亲爱的人 妈妈 被最该保护他的人 爸爸杀了 他其实不是只是失去妈妈 而且他同时失去了父母 我们知道这个木朵尔他必须要去法院 其实我觉得这对木朵尔有个困难 是说他会面对到忠诚的矛盾 就是我该忠于妈妈 我该爱妈妈 那我就应该说出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看着爸爸 爸爸虽然是要妈妈 可是爸爸并不是全然是恶人 他也有跟我很好的时候 他也有陪着我的时候 然后他还要面对哥哥 我觉得那个在木朵尔心里 其实是很大的矛盾你冲击 我觉得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都会有 因为我们的道德系统 并不是用监修杀了他 对对对 因为他会追缩他跟这个人的历史 对 跟捆绑的程度 对 爸爸对我很好 把宠给打我 对 爸爸是大的妈妈 对 那我对爸爸会怎么看 对 那爸爸杀了妈妈之后 他还是想对我很好 关心 那我应该怎么办 是 我觉得在很多这样的木朵 我长大之后 他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对 那 于是说 爸爸他对他父母的感受不太会变 但他会扩起到其他人 就是他的影响不是对在双心身上 不是他跟其他的人际关系 他会有非常大的矛盾 对 那甚至有可能到职场 或是学业的场合 一旦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会欺负别人 对 他很讨厌那种欺负的事情 但那个都对我很好 对 对 我觉得会有类似的矛盾 跑出来 然后会被扩充 他就开始打人 对 他就开始打人好朋友 但他觉得他是喜欢他 那他就变成是在 我的身心状态不一致的情况下 做出的矛盾反应 那时候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但是他对父亲的同事 就同事在那边的身上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 是 那判断是否会只有一个开关 对 也不是说善恶 就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做只有把这种矛盾 其实对你复杂的身体出来 是 然后他把这个矛盾 其实还写在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哥哥的身上 是 哥哥是不在现场的 是 但是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是 小说里面 由于小段 我看了非常激动 就是 哥哥因为离家已经五年了 他就学跳舞 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个凶案 所以他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以后 就面对一严串的司法 还要照顾妹妹 然后他开始重建 就是从妹妹的讲话中 从抽屉里找到妈妈的抗忧郁药 各种精神药物中 他从那种 一开始是伤心悲痛 然后到愤怒 然后他看到了这些证据 然后他跟妹妹说 我怎么都不知道 家里发生这么多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 但是妹妹说了一句话 妹妹说 因为这五年你都不在家 这句话其实很像一个拳头 重极了哥哥 对 因为他都不在家 所以他变成不在场那个人 但是他其实也涉入了这个学末里面 所以可能有些人看小说 误会认为他会跟心理学的名词 叫做替罪养 或是戴罪高养 是他效应的影响 通常替罪养的效应 他会发生在早战犯这些事情上 然后在早战犯 那早战犯他通常都是有一个 很明确的犯错的事实在现场 但大家都想不想的 那人是这样子嘛 人性就是好的都内规 对对对 错的都外规 那所以在外规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把外规 受到的箭头最多的那个 就是像你 就是那一个人 好 但在哥哥的角色上面 我觉得这样的成分 稍微少了一点点 是因为 我认为 哥哥的箭头 是在以前真的案情 是 他在带领观众去 以前到底有什么 可以造成这样 对对对 那哥哥他也是创伤的 是 但是呢 他比较像是 所谓的替代性创伤 叫做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嗯 那替代性创伤就是 我没有直接募集 嗯 但是我是耳闻 对 我是受编的纪念所影响 是 所以我觉得他有替代性创伤 对 那有替代性创伤的人 他还会有另外一个症状 叫性存者内疚 嗯 因为他是活下来的人 对对 他是远离这种 对对 那所以性存者内疚的当中都会有两三个主要的症状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活下来感到愧疚 对 那他活下来的原因 也很特别 因为他被把他讨厌 对对对对 他不供男子气概 对 因为他学武 对他不供美 他爸爸觉得他应该是要去踢足球的 对对对 他居然 娘娘腔的去学跳舞 跟他Biddy Elton 就是那个 不动人真的就这样一样 那 他第一把就会把他讨厌 说他离开的理所当然 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矛盾 我离开的理所当然 但是我却错过了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多做或是没有做都会成为我的内疚 所以我觉得内疚在驱动他离清诊探机 是 所以虽然主角是哥哥 但核心是妹妹 妹妹才是受伤 对对 那哥哥比较想是一个诊探 嗯 帮大家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在这部分当中 我觉得哥哥的眼睛有在帮助我们去离清 各个行程家暴案可能的移属 对对对 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哥哥在里面 就像你刚刚提到 早的替罪高一样 就是哥哥他让我感觉到说 他必须要恨爸爸 嗯 就是他如果不恨爸爸 不把爸爸当作坏人的话 他自己就没有尽到保护妹妹 或在这个家庭里面那个责任 所以他不断在找说 啊鄰居看到了 还是妈妈去报警了 然后妈妈报警了 远景没有理他 就是一直一直在这个反复的痛苦中 是 我觉得他们深切的写出某一些 侵存者他之后会有的行为 对对 他们就一定会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要理清楚我们的why 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好像有个明确的事实 会让我们更安静 现在目前那个凯凯的家长 是 外婆在做类似的动作 是 然后找清楚 为什么我们的孙子 怎么死掉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幸存的人 他有可能是为了 要找出真相 有可能是为了要 要获胜这一口气 但是我觉得他是要接触 我们的相同 对 虽然这些事情不一定会直接结束 对 但是在藉由寻找这一项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理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到这个小说的后面 我们也看到 就是这个伤痛是 没有办法完整的说 在某一天被拔掉了 或者解决了 他可能会跟着我们 一直一直这样走下去 只是悲伤的形式 做的改变 对对 我们刚刚提到的 妹妹这个角色 哥哥这个角色 其实我也想谈谈妈妈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 母亲在里面 那一开始他就死亡了 但是哥哥借着说 去追索母亲的身世 追索之前发生的事情 慢慢去把母亲的这个形象 建立出来 我们也发现 其实家暴 从来不会是只有一次 通常都是一再一再一再重复 那我相信在 心理师你的智商所里面 你应该也碰到 很多这样挣扎 在家暴里面的妇女 我们自己在 碰到这些案子的时候 我常常都想 你为什么不逃啊 就是 你有机会逃的 或者你有机会在这个 汉事发生之前 离开了 但你为什么没有离开 我不知道在 智商所里面 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人 对 在智商所或是在 智商场里面 常常遇到这种 但是你做这一行久了 我们就不会讲 你为什么不逃 我们会去厘清 你不逃的原因 对 然后藉由去厘清的人 就要让大家知道 原来他为什么不逃 因为今天 如果是一个火在现场 他一定逃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火没有关系 对 我们不爱那一套 我们不爱那个火 对我们来讲是全然 百分之百的鬼子 是 今天为了你换一个人 这个人曾经去追求你的 对 曾经跟你有很深的情感关系 是 那他的言行 突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又选择这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脑中会出现一个心理学校 你要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就是我的信念跟实习 违背的时候 我为了要包装整件事情 我会把我的信念 逐渐的去符合实习 也就是说 今天呢 他这么做的事有违背 嗯 也就是我们两个时间 他又没有失调好 因为他之前不会这样 他有承诺我要赶 所以我相信他 我也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 对 OK 那这个东西通常都会是第一步 嗯 那进展到第二步 不讨论 因为有可能 第二种就是承诺成本 我现在能这样逃回多家缺 对 今天我离开 我会有很大的经济一段 嗯 我会有社会眼光 对 我会带着两个小孩生活 对 后面会怎么看 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嗯 OK 那甚至到第三关之后 完全就是 我不管经济了 我不管其他人眼光了 但我再一只小孩 嗯 对 小孩如果我爸爸很好 小孩如果对他很好 然后这样子就会破裂 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我要怎么破 对 他会从最前到最前 他会考量过一遍 那他当然会讲究 我当然会想逃啊 嗯 但是他不全然是坏人 我相信他就说他 他不全然是坏人 哦 对 然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小孩 会跟我暴力爸妈的吵架 嗯 他们都说要立会 我就跟他说 我们等两天之后 该会怎样 两天之后两个复合 因为我有一个当警察的朋友 嗯 刚好可以对应现警队 对应现警队的说法 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想管 是因为他们不是不管 是 这每当要插手处理的时候 两个又很好 对 所以这太难去判断 是不是每一次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 所以小时候里面其实 妈妈去求救过 他去找那个警察 但是那个警察 没有自己去查 因为我想就是像这样的想法 只如我们也是万分之一 都不能输入的心态 就去带警察的事情太多了 对 所以跟他们来讲 可能连周围全家人都是如此 是 光是我们要不要打家暴转线 还断游泳 嗯 搭去之后 就破坏自己的乱心 嗯 容易夺着这个自己被发现之后 我们还就成为 破坏人家感情的每个人 他想跟你踢醉一样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没有人想要插手架武器 就是 你永远无法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会和好 嗯 永远无法知道 他们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谁是谁 没有人可以理解 对 所以你架实发生 不会偷大 是 那如果是在你智商室里面 这样一个受爆的妇女 在智商的过程中 你会怎么给她建议 我会突出最实际的建议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想离开 如果你没有想离开 我们的方式是来改善沟通的方式 怎么样避险 我会用完全避险这些 就不要拆泪 虽然它是一个很懦弱的方式 就是我尽量不要碰你的泪 因为有些人只在丈夫喝醉之后 对 会跟他逃功到 是 但那时候人质上是 对 不用在那时候处理他 对 那当然这种方式就离开 好 对 但是离不开的话 那你就不要让自己多受伤 嗯 对 那如果真的有确认的伤口 嗯 那你需要我通报 或者帮忙协助做这件事情 是 但那一关会通完最后 对 因为通报我想送到家里去开战 我遇到很多家 然后到后来 做治疗他们的方式都是保持距离 其实很悲哀啊 就是你的夫妻经营到这种样子 但是你只是在避免 不要让对方受伤了 但又没有办法真的处理掉 所以他们公布到后来 都是为了害子 跟自己在外面的依诊 他来讲的这样子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 那蠻多都是 还是2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那先生大概就在60到65岁之间 变成一个人的生活 然后孤独重劳 有遇过蠻多这样的状况 是 很多不是大人 就是骂人 对 也是言语暴力 言语暴力其实也是假暴力 这样我不只剩任何的职业 但是想事情会比较好 身体会比较高 他会讲无法自己的棋子 是 所以从60到65岁之后 我变成一个很大的老人 这种状况发现 是 我们刚刚的理性 就是家暴并不只是肢体的暴力而已 言语的暴力也是 情绪的暴力 对 情绪的暴力也是 那其实还包括有很多 比如说性情态的 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环 那其实我在书中提到了 这样一个故事 但我们去深思了就是说 在新闻媒体报导不了的地方 在这些事情的背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我不知道钟铭心 你是还有没有对内容有一些 要补充的 这本书我觉得不需要把它当成 那个很严肃的文学状态来看 是 我认为他写的东西 是蛮牵牵牵的 而且我很喜欢他描写妈妈 会让我听 因为我觉得他会让你对男发 有那么一点点感想 那算是这本书当中唯一的阳光 所以我觉得除了去理解 发毛这个地方的风俗运气之外 我认为他的精神是贯通我的 所以当你觉得想要去理解 一个受伤的小孩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想法 是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那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会看到 其实任何一个家暴案的发生 他是毁掉的 其实不只是一个人 有时候是身边的一群人 而这些目睹儿 这些受害者 这些沉默的 没有办法发言的人 他们很可能就成为这场家暴案的抵押品 永远被押在那边 也许他们可以复原 或者如果他们复原了 他们也不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了 去年 2023年 卫福部统计 其实台湾有16万8千个家暴案 平均一天就有460个 然后统计出来的家暴目睹儿 一共有6万名 我希望借由这本小说 去关心到我们社会上 我们平常看不到的 也关心不到的一面 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样貌 而且有时候我们多伸出手 也许可以帮助他们一点点 那今年非常谢谢大家 也谢谢重金星女士 谢谢 明天发生了一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